接着我们要教并针三姐妹里面的第三个姐妹 他叫中上三并针 中上三并针就是中间的那一针永远在前面 这是重点 中上三并针在什么时候常常用到吗 就是你的威领 威领这个中间减针的地方 几乎都是用 虽然减针的地方有很多变化 但是中上三并针几乎常常用到 好我们先讲书上的 然后接着老师再讲老师的看法 好你看哦 中上三并针一二三 中间这一针他就滑到右边 就是二一这样穿过去 二一二一穿过去以后 二一穿过去往第三针支下针 然后套出来 好支出来 好第三针支下去了以后 再套上 刚才就是说滑开了针目就把拉出来 好就这样子 好再讲一遍很简单哦 你看他是二一过去对不对 支第三针支下针 然后再把刚才套的整个拉出来 好我们示范一下哦 这是书上的看法 好你看哦 中上三并针 你就是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你的中间 永远在最前面 好那书上的教法 就是所有的书上教法 都是 所有的书上教法都是这样 比如说二一对不对 你看哦 你现在二一穿过去 二一 好 二一穿过去了对不对 二一穿过去以后呢 好你把它拉出来 然后支三 好三支下针 好下针以后 从这个二一这边支出来 好你看 他就是中间永远在最前面 好那我再试一次 二一对不对 二一穿过去 好第三针支下针 他像二在最前面哦 好然后接着 好那有的同学说支比较慢 好这个 这个你把你把这一针对不对 好那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 用手这样扒过去 好也可以哦 那那我的看法是 都是二一对不对 我曾经学过一个老师 他说如果你喜欢用左边 比如说你是二三 二三 你不是二一哦 二三以后 好一一摆在最后 一摆在最后 然后你这样也可以 但是这样的话 你必须 比如说V0减中上三冰针的时候 你的每一针都要这样的做法哦 好这样的做法就是 我们普通都是二一嘛 二一支过去 然后三 然后支下针对不对 然后接着好 也是下针出来这样子 可是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 你你先把第一针拉过去 你是二三 好我喜欢这样嘛 就二三先支 接着再套上一 好然后全部支下针 好这样的方法 好你看你这样用手拉大 好这样出来 好你如果V0是用231的 好那你V0的这边减针 你通通都要231哦 然后你如果是213支好了以后 好支下针在套上刚才21这样穿出来 那你就必须通通都这样 好大家试试看哦 加油哦 然后再继续